天呐天呐 小编替人尴尬的毛病都要犯了 任佳伦这么drama的舞蹈 大家见过吗 本来是去参加打游戏的节目 你们两位平时在游戏当中 一般是什么担当呢 佳伦 什么担当啊 我个人啊 对啊 我个人是这样 就跟着超哥跑 绝对没错 我去哪 那个地方一定是安全的 一定是稳的 一定是圈里 对 预判担当吗 我就是走位 走位担当是不是 对 好 可以 结果被主持人要求 来了这么一段魔性舞蹈 我一个人 你领跳吧 你领跳 你站在前面 三位 三位 三位站在我们佳伦的后面好吗 可以 那我们请来方先到舞台的侧边 那我们就是四个全都在这儿free style 也可以好吗 那我们请三位主播往左边走两步 好 好我们站在佳伦的身后咯 你们知道跳什么吗 我想说请佳伦先试满一下 我也不知道跳什么 好像 那我们 以为是来打游戏的 没有想到互动这么长吧 就这个舞蹈挺惊艳的 哈哈哈 不仅跳完之后自己不好意思 小编都替他非常尴尬 这也太辣眼睛了吧 嗯 还是最后ending有跟上 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比落地成河的感觉还不好 大家好 这里是佳人有约 本期视频的主题 人家轮的尴尬瞬间 大家知道哪些呢 No.1 银尺胖穿不上救生衣 在一档节目中 国超和女嘉宾来到游轮上 乘船完成任务 本来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结果因为救生衣 国超恨不得原地消失 在拿到救生衣时 国超不想的预感就出来了 一穿上救生衣 我有点慌 心里慌的一批 用眼打凉衣服有些不合适 不会游泳吗 我不会游泳 青岛人不会游泳 青岛人不会游泳 就是在下 此时还遭女嘉宾吐槽 青岛人竟然不会游泳 估计心凉了半截 在聊天过程中 穿上救生衣的国超 又遇到麻烦事 衣服太紧了 只见他深激一口气 硬是穿上去了 镜头中看着不胖的国超 竟然穿不上去 不知是救生衣小 还是他没身材管理呢 而这时候女嘉宾好心 提出换衣服 这一换又出事了 因为要换的救生衣更小 此刻的国超 想必脚趾可以抠出 一室三厅吧 我们要不要再换回来 不要那么尴尬 这时国超文集 又多了一句金句了 事情就是这样 上天排好的事情 我们必须服从 nice 看国超便捡的模样 着实有点精彩 其实我还是很瘦的 我们这边真的好紧 不是你的问题 这一趴可以结束 大家都不知道这一趴 其实我真的很瘦的 一会喘不动 吃鸡的救 No.2 在嗨放派中 成员们谈到尴尬瞬间时 嘉宾有什么尴尬的经历吗 平时尴尬了吗 怎么都问我 那是我平时很尴尬 国超脱口而出 他平时都很尴尬 是在大家进行有效社交时 你在原地转圈圈 看这小手一搓 一杯 谁都不敢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跑偏了 回来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 只见成员们纷纷提出尴尬日常 或者岩屎在这里 对 很日常的事 什么菜叶子沾牙上 然后一毛插出来 像发菜一样 是哪位有油 已经对号入座了呢 No.3 依旧是在嗨放派中 大家都在尝试吃叶蛋食物 成员们一个比一个吃得香 到了国超这儿 直接沾嘴的 沾嘴了 真的很凉 天选之人啊 看来食物也想在国超的嘴唇上 多停留一下呀 No.4 游戏黑洞 人家轮 在快笨中大家过关挑战 第一棒是晶晶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国超 还吐槽晶晶慢 我们好无聊啊 人家轮可开心的 等到自己这关时 根本没用好自己的眼睛 话说 国超在剧中都能眼神开车了 到综艺里反而不灵了 国超你不对劲 No.5 在某一采访中 当主持人问到国超发生的尴尬事实 我有发生过那种事情 哪种事情 哪种事情 也是 很多场合嘛 包括在飞机场的时候 有一些可能喜欢我的人 一些在说 Njajan我爱你 Njajan我喜欢你 我也只能说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喜欢 他们还一直在说 Njajan我爱你 Njajan我喜欢你 Njajan我爱你 Njajan我喜欢你 Njajan我喜欢你 我就不知道再说 我真的谢谢 这可能会尴尬了吗 就有点尴尬 其实当你比如说 去一些公开场合 或者是在飞机场 我一直说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知道他们心意 已经知道 但他们还一直表达 这个时候会稍微有点 有点感到 所以爱人家的朋友 有没有 真的感动 那么多人的话 我也可能一个一个 吃零件 全部拿着一个小箱 我就自己 我自己吃 以后看到我这样的时候 我自己吃一个零件 一吃 我现在好像 进不到大点的状态 小编惊呆了 他自述到机场 遇见粉丝时 大家非常热情的 一直表白 让自己很不适应 因为只会说感谢 粉丝的心意 国超都懂 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接 因此很尴尬 那么大家会给国超 怎样的建议呢 No.6 国超颠球颠了个寂寞 众所周知 国超之前是乒乓球运动员 在某次采访中 国超坐着颠球 回答问题很溜 但是战气身来 就有了这样一幕 还没踮几下 乒乓球就不听使唤一般滚走了 注意看国超此刻的表情 调皮的舌头无处安放 看他这样子就是尴尬了 微笑是他最后的保护色 在拿回球之后继续颠 试图忘回脸面 No.7 国超被怼闷骚的尴尬解释 在节目中面对好友 给自己的印象是闷骚时 一脸无辜的国超还在状况外 结果直接被秦俊杰铁锤了 接下来的轮实解释 我一般都是刚见面的时候 肯定比如说碍于工作或者什么的 就没办法完全的去跟他聊天 非常的苍白 然后我们都是经过这个时间段 慢慢的交往 慢慢一起拍戏之后越来越熟 当然就越来越放得开 可能他就觉得你闷糟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是跟你更熟了 因为笑编已经看清国超的慌张了 这下更加实水了 No.8 任嘉伦镜子衣完美隐藏 在嗨放派中尴尬人照人环节 身穿镜子衣的国超 很好的隐藏在对面的树林中 直到游戏结束了 他还一脸懵 结束了吗 哎好了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赢了 赢了 嘉伦可以动了 问这游戏开始没得开始 开始了吗 哇 这个游戏叫做没有人理我 开始了跟我说一声啊 能了吗 懂懂懂懂 笑编感觉到了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的喜悦感 后知后觉的国超就这样躺赢了 nice No.9 任嘉伦模仿长颈鹿 在动物园中模仿动物 究竟是迷惑游客 还是和真动物有情境感呢 国超和李荣浩给出答案 笑编只想说 真长颈鹿看了 都不信这拙劣模仿吧 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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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啊 哎他走了 因为这个假长颈鹿的头是歪的 多么的滑稽 估计长颈鹿都会想哪里来的异类吧 哎 长颈鹿同志 啊 往后撤给长颈鹿一些空间 我们要给往后撤给长颈鹿一些空间 是他们往后撤吧 啊 我们是长颈鹿 啊 到底在干嘛 哈哈 我们在长颈鹿的世界里会不会很臭 不是我们在人的世界里应该也不是很聪明的 Number T 国超版爸爸打我 我爸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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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投入创作的样子 笑编是觉得又认真又好笑 魔性的曲风精准的用词 看来小时候没少被老爸打 但也能看出这首歌正是当年国超真情实感的表达 不爽就创作的国超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国超他爸打他了 简直笑不活了 Number 11 国超尬舞 了解人家伦的友友们都知道 国超跳起舞来的状态很不一样 但你见过这样的国超吗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不仅舞姿魔性 就连这小表情也非常有喜感 I have a pen 我骚 连他自个儿都忍不住吐槽自己好骚呀 即便这样 国超对于音乐十分re spy 因为音乐不停 他不停 就是要玩 Number 12 人家伦模仿小龙女 身穿白裙 戴着白漂戴的国超 真有那股子娇羞的感觉了 十分仙气飘飘 表演有多认真 下一秒就有多好笑 从威亚上下来的国超 无处安放的剑进不了剑窍中 就连衣服也挂在树枝上 画风从美感跳跃到喜感 戏剧人的路线真的蛮适合国超的 接着奏乐 接着舞的国超又沸腾了 这么萌的他 真的是有点可爱在身上 Number 13 顾川尴尬现场 本来和小宁在家中吃饭很是惬意 此时门铃声响起 你说气人不气人 勤快的小宁赶紧去开门 顾川一看手机 这个时间点不对 不能开门 于是一个剑步赶在小宁前 纯属巧合 两人就这样 因为惯性撞倒在地 场面一度混乱之后 明场面出现了 小宁来了个地东 是心动啊 顾川入迷了 肯定不是巧合 顾川的父母进来了 看到这一场景 父母非常识趣的出去了 此时的顾川应该很想逃吧 Number 14 林静未过门妻子 VS心爱女人 在木柏手中 前一秒林静还大摇大摆 和好兄弟介绍女友 下一秒未婚妻找上门了 大型修罗场呀 林静还没开口 正牌女友就开始问好 没成想未婚妻不吃这一套 转身和国超交流 这一招无视非常狠 无语的国超只能和女友眼神交流 但根本没用 面对这个准未婚妻 女友被气走 留下国超独自面对 看他这小表情 搭写的尴尬 任静伦在戏外 让大家看到他有趣又好笑的一面 在影视剧中又是妥妥的剧抛脸 每个角色都没有上一部戏的影子 总能带给大家新鲜感 而他挑选剧本的能力 也是肉眼可见 并且在读完剧本之后 加入自己的设计 这种小巧思对于角色是起了加成作用的 所以他能成功 那是有原因的 肯费心思去揣摩人物剧本 然后通过自己的理解 再加上与导演的及时沟通 所以才会如此通透的演出来每个角色 相比内娱大多数的明星 国超的起点很低 不是专业院校毕业 没经过系统的学习 只能靠自己揣摩人物 入圈年龄也不占优势 唯一与他人不同的是 在他最困难的时期 国超仍然没有选择放弃演戏 于是他成为三十崛起的偶像 在这一年 成功凭借路易之名 红遍大家南北 天上一张幼泰娃娃脸 让大家成功忽略了他的年纪 只记住了这张英俊帅气的脸 记住了这个性格有趣机智的任嘉伦 三十岁才崛起 却并不影响他在观众心目中的分量 此后一步接一步的出演电视剧男主 用不同的方式去诠释不同角色的性格 2021年 任嘉伦新播电视剧就有四部 每一部都是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故事 这些角色在任嘉伦的塑造下 更加丰富立体 一个又一个书本中的人物登上银屏 原著党从此有了想象的模板 在之后演艺事业的道路上 国超又会带着不同的角色面向大众 一次又一次的新角色 也让大家看到他敢于尝试的决心 在代播剧这方面 还有蓝艳突击 于君初相识 请君 暮色新约 期待在今年与国超新角色的见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越了解国超 越感觉他是个宝藏男孩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之前的视频中 还有任嘉伦值得摁刷的影视剧 郭超究竟会换什么头像的 大家真的不来看看吗 关注本频道 任嘉伦各种资讯 尽数掌握 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一下呀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 任嘉伦的精彩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因此还会关注bed 也是 可以 OK